闹事贤民 作者汪曾祁 我每天在西四道101路 公共汽车回甘家口 直队101站牌 有一户人家 一间屋 一个老人 天天见面很熟了 有时车老不来 老人就搬出一个马渣来 车还得等会儿 坐会儿 屋里陈设非常简单 除了大冬天 他的门总是开着 一张小房桌 一个方机凳 三个马渣 一张床一目了然 老人78岁了 看起来不像 顶多70岁 气色很好 他经常戴一副 老式的圆镜片的 浅茶精的仰慕镜 这副眼镜 大概是他身上 唯一值钱的东西 眼睛很大 一点没有混浊 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 跟人说话时 总带着一点笑意 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 上唇留着一撮 疏疏的胡子 花白了 他的人中很长 唇姿不短 但是遮不住 他的微厚而柔软的上唇 像书上说 人中常者多长寿 信然 他的头发也花白了 线后梳得很整齐 他常年穿一套 很宽大的蓝制服 天凉时 套上一件黑色 粗毛线的 很长的背心 远口不斜 草绿色线袜 从攀谈中 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 他原来是一个中学当工友 早就退休了 他有家有老伴 儿子在石井山钢铁厂 当车间主任 孙子已经上初中了 老伴跟儿子 不愿跟他们一起过 他说乱 他愿意一个人 他的女儿出嫁了 外孙也大了 儿子有时进城办事 来看看他 给他带两包点心 说会儿子话 儿媳妇 女儿隔几个月 给他拆拆洗洗被褥 平常 他和亲属很少来往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 早起扫扫地 扫他那间小屋 扫门前的人行道 一天三顿饭 早点是干馒头 就咸菜喝白开水 中午晚上吃面 一年365天 天天如此 他不上凉店买切面 自己做 神条或是拔鱼儿 他的拔鱼儿真是一绝 小锅里做上水 用一根削细了的筷子 把锡面顺着碗口 擀进锅里 他拔的鱼儿不断 一碗拔鱼儿是一根 而且粗细如一 我看他拔鱼儿 宁可误一趟车 我跟他说 你这拔鱼儿真是个手艺 他说 没什么 早一点把面盒上多嚼嚼 我学着他的法子 回家拔鱼儿 结果成了一锅 面糊糊嘎的汤 他吃的面总是一个味儿 焦炸酱 黄酱很少一点肉末 黄瓜丝小萝卜一概不要 白菜下来时切几丝白菜 这就是菜马 他饭量不小 一顿半斤面 吃完面喝一碗面汤 刷测碗 坐在门前的马渣上 抱着膝盖看街 我有时带点新鲜蔬菜 清河 海栗子 扇鱼 冬笋 木耳菜 他总要过来看看 这是什么呢 我告诉他是什么 他摇摇头 没吃过 南方人会吃 他是不会想到 吃这样的东西的 他不种花 不养鸟 也很少溜弯 他的活动范围很小 除了上粮店买面 上副食店买酱 很少出门 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 远的不说 敌尾时期 吃混合面 副作义 解放军进城 扭秧歌 呛呛起呛起 开国大典放礼花 没完没了的各种运动 三年自然灾害 大家挨饿 文化大革命四人帮 四人帮垮台 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 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 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 只要粮店还有白面脉 而且北京的粮价 长期稳定 坐在门口马扎上看街 他平平静静 没有大喜大忧 没有烦恼 无欲望 亦无追求 天然甜大 每天只是吃 神条面 拔鱼儿 抱起闲看 带着笑意 用孩子一样 天真的眼镜 这是一个活装字 试炼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